川普亚洲型专题中央社热爱用社群软体推特 推特发表言论的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即将与中国网络防火长城正面交锋 他明天将抵达北京访问 届时将测试他能够使用推特的程度 美联社报道 美国白宫拒绝评论川普是否能在中国发表推文 或是在中国这样网络受到高度控管的国家 美方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来保护川普的通讯 这个问题超越网络资讯安全 一些川普幕僚尽管知道他喜欢表现 但在川普正式踏上中国土地之前 仍针对他的社群媒体使用议题试图制造悬疑 不过小心剧透 美国总统将能为所欲为数名这些实行程序的官员 透露川普实际上将能够在中国发表推文 中国封锁国内使用者连上推特 但外国人曾利用手机漫游服务连上自己国家的行动网络 而顺利登入推特 但对美国总统而言 事情没那么简单 美方为了保护总统在中国的通讯安全 包括推文需要动用卫星和复杂的电子设备 以及在全球多周数百人的工作协助 川普和其他前任美国总统一样 都配备确保通讯安全的手机 但川普较常用他来发推文而非打电话 川普在这次亚洲行的头四天 已至少发表20多个推文 每则推文限制140个字元 美国总统专用手机由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与特勤局 Secret Service合作研发 为了避免遭到骇客入侵 手机不分一般功能无法使用 但中国带来更巨大的挑战 光是将手机开机就有安全风险 因为中国的无线网络巨性完全遭到国家安全机构掌控 数名美国前官员表示 他们记不得前总统欧巴马 Barrick Obama 是否将他的手机带到中国 白宫拒绝透露川普这回亚洲行 是否携带他的手机 但他从华盛顿出发后发布的推文 都显示从一只iPhone发出 中国官员似乎也知道 推特对川普这位贵宾的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三日在记者会上 被询问到川普是否能从北京发表推文 他回答 我们接待外国领袖时会考虑到所有需要 因此你们不该怀疑川普总统能否与外界保持联系 不过官员表示 这点几乎不是中国所能决定的 因为川普的通讯设备 甚至要触席中国的网络 都是不太可能的